我们要做一点其他的工作 我们要建一个数据模型 这个数据模型我们现在可能还立马用不到 但是将来要用到 将来用到再建的时候其实就有点繁琐了 那我们不如说现在就建上 在这个src里面我们再建一个文件夹叫model 然后model里面我们可以建一个文件叫responsemodel.js 就resmodel.js 这个里面我们先新建一个class 先新建一个G类叫facemodel 我们建完之后我们再去详细的说一下怎么用 但是这块代码也比较简单 大家就跟着我一块写 constructorDataMessage 然后ifTypeOfData等于 StringListDataMessage复制成 Data 然后Data复制成 Nine Message复制成 Ni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传上个Data是个对象的类型 Message是个自负串的类型 我们要这么传 但是我们如果是第一个就传上个自负串的类型 第二个没传的话我们要兼容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如果判断第一个参数是String的话 我们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然后直接把这个ListDataMessage复制成Data 就是为了做一个可以传一个对象一个自负串 也可以直接传一个自负串 这么一种兼容方式 接下来ifData 如果是Data的话 ListData复制成Data ifMessageListDataMessage复制成Message 就是特别简单 就一个BaseModel里面它有一个ListData和ListDataMessage Data就是一个对象 Message就是一个消息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叫SuccessModel 继承BaseModel Instructor里面也是传入Data和Message 然后首先我们肯定要Sweeper去执行一下 复类的构造函数对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执行这个代码 因为它是继承的这个BaseModel 然后this.arrowNumber复制成0 同理我们需要建一个叫 ErrorModel ExtendsBaseModel 然后ConstructorDataMessage 一样Sweeper就是执行一下复类的构造函数 把Data和Message传过去 然后this.arrowNumber复制成-1 保存 这一块的逻辑其实写在这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我们要建两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叫SuccessModel 第二个模型叫ErrorModel 我们在这个Response.end里面去返回的时候 我们要返回一个格式比较清晰的一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返回的是 我们先把它简单注视一下 如果成功了我们要返回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不管其他代码上 我们只是说我们一个演示 如果成功了之后 我们希望返回的是 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Data等于比如一个数组 什么什么什么里面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说一个对象里面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数据 比如说我们希望成功的时候返回 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对象等于什么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Message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成功的时候这么在返回 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怎么返回呢 失败的时候就返回一个ErrorNumber等于-1 然后失败一般的情况下也没有Data 然后Message等于什么 比如说因为什么失败了 失败信息 你如果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去返回的话 客户端或者说浏览器很容易知道 通过ErrorNumber来判断出你的 这次请求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对吧 如果是0呢肯定就是成功了 如果-1就是失败了 成功了呢就直接获取Data就行了 如果失败了呢就通过Message这个消息呢 就可以打印一下或者提示一下 因为什么失败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返回格式就已经比较统一起来了 大家看那种格式在这正好对应起来 就是如果是SuccessModel 它的ErrorNumber就等于0对吧 ErrorModel呢就是ErrorNumber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1 然后至于Data和Message呢 我们统一放在这个负类中来进行处理 最后我们别忘了输出 Model.xboss 我们把SuccessModel输出 然后把这个ErrorModel给输出 然后这个FullyBaseModel我们就不用输出了 它只是一个Fully而已 我们先简单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先关闭 把这个Model建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要做 因为我们在Router里面 我们就拿这个Blog为例 在Router里面 我们之前写的这个 比如说面中这个List这个接口的时候 我们这儿只是简单写了一下 ReturnMessage什么东西 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这块我们就肯定要继续来做 因为它要继续返回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数据 那比较正式的一个数据呢 这个List呢 那肯定要返回一个数组 就是博客列表嘛 就是返回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数组里面每一个元素呢 肯定要包含比如说包含博客的ID 博客的标题 博客的内容 博客的作者 博客的创建时间 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其实是在我们 在之前做技术方案的时候 在如何存储博客 那块都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之前的内容 如果忘了的话 那这样的话 想要获取这些信息 我们有一个前段条件 就是说我们得把query给拿到 解析 query就是我们在获取 比如说这儿吧 我们之前有一个 获取list的时候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keyword keyword等于a 或者说我们要传入一个author author比如说等于章3 这个原因一样吧 就是我们要传入的信息里面 keyword等于a author等于章3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query 这个参数给它解出来 对吧 这个解这个query参数呢 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app.js中去解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公共参数 公共设置都会放在这个app.js中去解 写之前我们肯定是根据之前做的那个node.js 处理atp减合的那个demo 我们肯定要是引用一个querystring querystring呢 是node.js提供的原生的一个模块 我们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querystring 然后解析query 我们之前已经写过了 我们就这直接写 requested.query等于什么querystring 这样pass 然后ur ur就是上面这个定义的这个ur 正好在这用的 resplit 然后取后半部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query就已经解析完了 就是你所有的url参数都会把它解析完之后 有对线的形式放在这个query中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这个解析块的技术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去完善起来 我们不要再返回这种 特别傻白天的这种消息了 那我们还需要在src下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叫controller controller这个文件夹和router文件夹是平行的 在controller文件下面我们要建一个叫blog.js的文件 这个和router这个文件类似 然后为什么要建计controller这个文件夹 以及为什么要再次建个blog.js 那我们接下来会解释 我们先把代码写完 然后就是代码呢 我们就可以去要好的解释一下 这里面呢我们要新建一个函数 叫get list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传入一个什么参数呢 author keyword 因为我们根据需求来看的话 获取伯克列表的成员条件只有一个作者和一个关键字 对吧 其他的就没有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返回假数据 但是这个假数据呢 格式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法返回真数据 因为我们还没有对接数据库 还没有对接登录 我们的这一套功能还没有打通 所以说我们没法去返回真数据 我们只能先去返回假数据 但是要至少保证格式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返回的数据 不再是这种一个message 然后把一个字给写上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我们要返回一个真数据 真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要返回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第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就代表一个博客 对吧 id等1 然后title等于 比如说标题A 然后content等于什么 是内容 然后create time等于什么 create time我们可以 从这个浏览器里面去取一个 或data channel去取一个 OK 反正我们数据库里面 存在create time也是这种 后面的格式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author就是作者是谁 比如说作者我们先写成一个 张赛 这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和这个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 拷贝一下 id肯定不能一样 对吧 id是2 第二个是标题B 内容B 时间呢 我们再重新算一个 这是创建时间 然后 作者呢 叫理事 我们就先用这个 当然我们要去 model.expose 对象里面 我们把这个方法给它返回一下 大家看哈 就是我们建了一个controller controller里面有一个blog.js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叫get list 传入一个author和keyword 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用 我们假装使用了author和keyword 最后查出的结果呢 是假装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是假数据嘛 对吧 但它的格式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数据真的脸上真的了 它的格式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是一个数组 每个数组都有很多个元素 就代表有很多个博客 对吧 然后每个元素里面呢 都有id title content greattime 和author 这样的话返回给前端 前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互联出界面了 然后我们再把方法去返回 大家看为什么要返回一个对象呢 我们之前返回是 就直接这样返回了 对吧 因为这儿要返回对象是为什么的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这只是建了一个函数 我们接下来还会建第二个函数 第三个函数 这个时候呢 它返回要是这么一个结构 第一个函数是什么 第二个函数是什么 第三个函数 第四个函数 这儿一共需要建五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返回是返回 好几个函数 所以说必须用一个对象的形式去返回 我们怎么去用呢 这儿返回的是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是那个控制器 controller 不要混了 这个是那个router 在router里面呢 我们去引用这个controller 我们可以通过结构的方式来去用 然后把get list复制一下 放在这儿 复制称require controller里面的blog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定义的get list的这个函数给取出来了 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函数放在这儿去用 那用之前我们肯定要首先获取两个参数 因为这个函数要获取author和keyword参数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APP.js里面已经把这个参数放在quire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来获取 如果没有的话就返回空 然后cast keyword 复制称request.quire.keyword 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取空 取到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用这个函数了 对吧 然后这个函数执行肯定要返回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假数据 就是一个数组 就是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去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author和keyword给它传进去 它肯定执行这个函数 就返回这么一个数组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变量中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刚才写的那个 这个successmodel和那个errormodel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返回的只是一个数组 你像我们根据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返回的时候要返回一个什么error number等于多少 然后message等于什么东西 这些我们现在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引用一下 把model里面呢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successmodel和errormodel 都给它引用过来 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之前model的定义 我们return的时候 return一个newsuccessmodel 然后把listdata给它传过去就可以了 恐怕不要了 大家看一下 保存 我们捋一下针对这个路由 我们要从query中获取作者获取keyword 对吧 这两个没有问题 这两个的前提是 我们在app.js里面已经解析了query 然后我们再去通过这两个参数 去执行这个get list这个函数 get list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在controller这里面去定义的 这个里面定义呢 我们虽然接触这两个参数 但是还没有用 因为我们还没有连接数据库嘛 所以说这两个参数还用不上 但是最终会用上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先留着 假装返回是这样的数据 格式是正确的 但数据是假的 现在有这么个数据 返回一个数组 数据都给了它 返回一个数组之后呢 我们又通过 success model创建了一个模型 然后再去return 这个success model呢 我们可以通过刚才定义的这个类型看一下 我们传入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data和message 但是这个message没有传 只传了data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创建的success model 应该就是说 arrow number等于0 然后data等于刚才这个数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 正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接口是这个apilist这个接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刷新 返回的是arrow number等于0 data等于什么东西呢 data是一个数字 数字里面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这个数字的值呢 正好是我们在controller里面去定义的这两个值 然后这个arrow number等于0呢 正好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这个success model里面 这个arrow number等于0 这个可以关掉 那这样的话 至少是这一个接口 我们用假数据就已经跑通了 它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正是前端所需要的数据 前端所需要的数据 就是一个获取一个博客列表 对吧 这儿的获取博客列表呢 数据就出来了 像作者啊内容啊 ID啊标题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通过一个很规范的格式 arrow number等于0 然后data等于什么东西 这么一个非常规范的格式去返回 前端解析的时候呢 就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 接下来我们回头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controller单独分出来 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分了几层了 我们先把它全部关掉 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 第一层是什么 第一层肯定是这个bin里面的 这个3w.js 这个为什么单独拆出来 因为这个完全是create server地方的逻辑 create server逻辑这个地方 要写端口 要写create server 要写listen 这个逻辑呢 跟我们外卖业务的代码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它只是个create server的逻辑 所以说我们等等拿出来 再往下就是dpp.js的这个内容 这是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是这个 这个dpp.js呢 它只是一个我们系统基本设置的一个聚集地 什么叫基本的设置呢 比如说我们设置返回类型 我们获取pass 我们解析query 包括我们处理路由 这一些呢都是我们 包括处理这个微民众的404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功能 或比较基础信息的一些设置和配置 它还是涉及不到一些业务代码的处理 所以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呢就是我们这个路由 就是这个router router里面呢 它就稍微深入到逻辑层面去了 就是router里面只管路由 有了路由之后 我这个路由会给你返回一个正确的格式 然后router这个功能就已经结束了 匹配在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去处理一些数据 然后返回一个正确的格式 这个功能就已经完成它的任务了 至于说这个数据返回的是什么 怎么去计算的 怎么筛选的 这一块它不管 它只关心和路由有关的事情 具体的数据怎么展开出来 怎么筛选出来 是正确的 是错误的 它不管 然后这块怎么管呢 这块就放在这个controller中去了 也就是说controller里面 它是最关心数据的一个 层次 这就是第四层了 比如说controller里面 我们你看 Blog里面 我们获取的参数是什么 是request和response 而且我们要处理的是pass 这块还是和GDP和路由有关系 但是到了controller里面 我们就没有那么多 蓝天八糟的什么request response 什么pass method 就没有了 只关心数据 这里面呢 就是传入auth 传入keyword 然后我给它做一遍计算 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法计算 后面我们会写 然后返回一个数据 我们只关心数据 这个数据返回之后 你到底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controller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这么去拆分 是由一个最基础的服务 让慢慢的向数据层面 一个过渡的过程 如果是把它们不拆分 全部混在一起 那就乱了 所以说做系统设计 包括写代码也好 拆分啊 这种抽象啊 这种设计啊 都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不用你自己去创新 当你去看多了 别人怎么写代码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当然我这个拆分方式 也是可以参考的方式之一 当然如果系统很大的话 可能testing就远远不够了 可能需要拆第五层 拆第六层 这个就开始